由他這個算超級球 跟我們的黃瓶洋這邊有正義感的人 一起手牽手來成了一個 可以監督中華職邦的廉政公署 還好像修法 男士球員打假球 我覺得那不是 不是 桃姐 妳講到這個我就覺得就是說 還是斷手指 對 假如今天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想應該就不會有下一次了 可是我們就不能這樣做 你知道嗎 但是假如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多好 以後就不會有人這麼做了 這四個方法對不對 看看這個我們的周美清小姐 有沒有聽到啦 好不好 美清姐 不是的好朋友妳就 好 我們有機會碰到會講 最後我們給球迷們一個機會 你們有沒有很想 透過鏡頭對哪一個球員講話的 或是對哪一個教練講話 或是對哪一隊講話的 請舉Cue我牌 來 飄從 就是我想對就是兄弟相所有的球迷 還有球團跟球隊喊話 我覺得就是兄弟相是我們就是 棒球整個生命的重心 我覺得不管就是 怎樣 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會適時去捍衛 這個生命的重心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 兄弟相的球迷 球團 還有球員們 可以繼續好好支持下去 然後我也會 永遠當兄弟相的球迷 然後我也永遠支持兄弟相 謝謝 哇 這份這個情義相挺啊 來 童醫師隊 球兒 我想要跟所有很愛很愛棒球的人說話 因為其實球迷們很單純 就真的很愛很愛棒球而已 那希望可以還給我們一個乾淨的棒球圈 棒球是很多人一輩子的夢想 那如果只是一步走錯 他毀了他一輩子的夢想 那其實這次不管是喜歡兄弟相 或是討厭兄弟相的球迷 那我們一起就是幫兄弟加油 那也希望球迷們可以給同意一點掌聲 謝謝 一定要的啦 每一個支持下去 球隊跟球員我們都要支持 小溪 我想要對就目前在就是念大學期間 有玩到就是有關於 現在很多人每個禮拜一都在籌錢 用電腦在下注的 不論你是五百一千 我覺得那是一個不好的開始 因為你下注有賭博才會導致於有主頭 然後有主頭有勝負才會去綁球員 那我覺得套機成龍大哥 對於動物來講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那我覺得如果你們不要賭博 職棒就不會有災害 林林感覺整個人出過一大場的感覺 林林 哲晗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講的那個八次 其實並不是說他們可以 一直繼續的這樣下去 我只是想說 我真的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很聽你們 他們就是真的不要欺騙我們 我們真的很難過 這是大家的心願 當然我們也希望這個 黃碧陽先生能競選立法委員 把他知道的所有 能夠實質最有力的幫助 這樣幫助棒團是很重要的 也請這另外兩位當秘密證人 因為他們現在身分 好不好 能夠去這個也做 弄一場真的是有 積極建設性的一個座談 真的能把這個事情彈開來 不要發媒體 因為發媒體大家就不敢講 對不對 在這邊要非常謝謝這三位前輩 帶來這些血淚史 希望中華職棒繼續加油 謝謝 加油